ok 我在开电了 开到4天了 本来做电了 我们最好不要在晚上 但是很难了 我就拿这个电筒standby 你做电了 最好是在白天了 不要再傍晚 ok 现在我们开了 看到有了 就是ok了 所以shortle要开 一般上这个开了 没有撕就是没有撕 ok 所以他的socket 是在下面 然后中机下面这里 这里还没有放那个case 所以这个叫做swiss 然后那个是叫做socket swiss swiss 下面就叫做socket 中有secret 这个sw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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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wiss是control 下面这个socket 然后这个socket 它不一样 比较大 它是圆形的 我们那种投送是四方形的 earth life neutral 地线 对 对 你看 它这里没有swiss的 普通我们这边有一个swiss 有一个swiss在那里 怎样control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control 所以它好处是这样 因为比较靠近地上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 就上面灌掉它 当你上面灌掉这里 就完全没有电 不会怕漏电 有水啊什么那些 所以就是我们的swiss 在上面control它 所以一般上都是用在water heater 因为我们的water heater 我们开电都是在外面开的嘛 对吧 但是它的socket在里面嘛 我们可能进去里面才开 因为手势 手势你会low电哦 所以如果这个是在房间外面哦 在里面哦 aircon也是一样哦 所以电流它是这样 随着那个m一直高的 它们就一直变了 swiss的socket要分开哦 再高一点它用relay哦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总之他们不能 主要原因是讲你的m高的时候 我们手势开那个swiss有点危险性 所以它就重新设计那个swiss